《春嬌與志明》 看完《春嬌與志明》 我Donald覺得100分滿分 我給200分 因為這套電影真的很好看 我叫所有朋友入場看 不過有件事就是 我不可以說有多好看 但你要相信我 入場你不會後悔的 當然最重要就是你未入場 不要看Facebook 不要看微博 不要看報紙 因為任何東西都不可以穿繳 那你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進去看就會一定很好看 戲裏有很多 我很想說但不可以說的 劇情都很精彩 但其中一段就是 袁文樂要暫時離開楊千華 要去內地工作 在火車那裏 在機鐵那裏打電話給楊千華 跟她說拜拜 然後楊千華就接到電話 然後眼修濕那一段是 是很 很 很深奧的 因為 原來你要說分手的時候 你只是跟她說一句拜拜 然後對方眼淚就鼻鼻聲流出來 所以我 很記得也很喜歡這一場戲 因為我自己都是這樣被人飛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楊明 就是袁文樂在飛機式的空姐 因為楊明一出場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哇好正啊這個空姐 誰知道這個空姐 做回自己 穿回自己的衣服 全場的男人都 嘩 好正啊楊明 我最喜歡楊明 嗯 在戲裏 我覺得很多對白都很精彩 因為她的對白是很生活化的 你和我都會說到 但是 在戲裏的朋友說出來 特別有味的 特別呢 就是楊千華和楊文樂 鬧交 楊千華就打給楊文樂說 你不用回來了 我走了 這句話呢 其實是 好拿著的 那究竟為什麼這麼拿著呢 你要入場去看 這句這麼簡單 但是有這麼到的對白 為什麼會打動到這麼多人呢 嘩 這麼難選的啊 這套戲呢 如果我是知名呢 我是會選楊千華的 因為在現世世界 我很喜歡楊千華 在這個電影世界 我也喜歡楊千華這個角色 因為她是很吸引的一個女人來的 我也都不介意 一個女人大過我 所以我是楊文樂 如果我是知名的話 我會選楊千華 就是選了春嬌的 當然有楊明就最好 哈哈 哈哈